就是一条非常干的视频 因为胖爷今天又要去帮某位百万博主的新家搞一下装修 装修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的苦力活 首先我们需要搞到大量的撬手工具 炸药还有汽车 光是这些材料的收集就花了我们两天的时间 我们目前已经搞到了撬手工具 接下来就是雷管的制作了 而制作雷管需要的铁片跟铁管 都可以在这个汽车坟场里找到 收来的全部材料都在这了 就这么一点 不过炸开它的家门绰绰有余了 因为这次给大楼家里装修 最重要的道具是车 而且是要很多台车 看看这么多台车都是我为大佬精心准备的 为了这几台车差点把我干凸了 那么我要这么多的车干嘛 别急 待会你就知道了 我们先来看看大佬的家在哪 建家是不可能建家的 洞洞人才是王道 究竟隐蔽而且还安全 安全个锤子 这个山洞我一眼就看出了是哪里 因为我也在这里建过家 但是我来迟了一步 洞口已经被它用木墙封得严严实实的 不过别慌 把它炸了就行了 来 接下来就是参观时间 来看看我们大佬的豪华洞穴别墅 这一看就是大夫人家 单车床铺啥都有 他还在洞穴里搭了个木屋 这是建了个茅房吗 这大佬不仅不长记性 连门也不上锁 箱子也不上锁的 不错哟 还有一把扭蛋炮 但是我不要 我只拿他的撬锁工具 他还埋的有两个箱子 这两个箱子应该就是他上次打劫别的玩家搞来的 但是我都不要 这次胖也不是奔着他屋子来的 这次我是来堵他家的 我先把他的所有箱子全部放在一起 然后再给他的箱子装上最难撬开的金锁 接下来就是要给他搞装修了 我们得先把他门口的木墙全部炸毁 坑出空间来重新给他装个门 好了 家门口已经全部清理干净了 可以装门了 感觉不行啊 这里有缝隙 道路的人物很瘦 应该可以通过这些缝隙爬进去 不行 还要再给他加工加工 现在谁都进不去了 包括大佬自己 他想进去的话 就必须把我这些车上的锁全部给撬开 不然他不能对我的车进行任何操作 关键的就是 这位大佬他不会开锁 这下够他头疼的 其实我这是在帮他 逼着他学开金锁 俗话说得好 欲要其成长 先让其绝望 他以后一定会感谢我的 来吧 接下来就是等大佬回家 给他一个惊喜了 他还没发现我们 进不过去 进不过去 他在开锁 都没发现我们来神了 要是没带雨机吗 啊 这样子啊 啊 来看看 他又去捡了些什么垃圾回来 TNT 这是要去炸别人家吗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好穷啊 先把他所有装备都丢到后面箱去 这次不管他是在家里复活还是在外面复活 这个家他都进不去又出不来 而且他所有的翘手工具都被我拿完了 他现在基本属于破产状态 想要翻身就必须找翘手工具开金锁 但是十个金锁等着他 估计够翘哦 然后又把他搞回来的这台车给弄走了 接着我就悄悄的下线了 不给他报仇的机会 人家本来就傻 你还逗人家